琴贾 你真要放弃手术吗 你这样选择太深性了吗 哥 你先别生气 你听我说 在我回来之前 我已经对自己的情况非常了解了 之前在救援组织的时候 我见过这样的状况也不止一次了 所以我很清楚 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了解了 这场手术的风险有多大 手术后的愈后康复率有多低 我都知道 你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 我会给你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我会给你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疗团队 所以你的担心根本就不存在 最好的医生虽然能延长我生命的长度 可是我生命的质量呢 会直线下降 手术过程中一个极小的失误 都会让我失去听觉 视觉 我会看不到你 听不到你 我甚至感受不到你 我不允许有这样的失误发生 我更不允许有这样的意外发生 倩倩 你应该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可以从手术台上下来的 就算手术成功了 可还有化疗呢 你知道我最怕疼吗 那个过程我挨不住的 哥 你真的要放弃吗 我不想说这些了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出去走走吧 哥哥 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能像现在这样 我真的很满足 对于其他的 我没什么别的奢求 乱说什么呢 你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买 你呀 配得上这世上所有的一切 要什么都不算奢求 哥 你幸福吗 你幸福 哥哥就幸福 我说的不是这个 有没有让你幸福的人啊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好奇啊 你给我说说啊 祝你长命百岁 富足有余 没有 害羞了 看来是有啊 他干什么呢 长得好不好看 这件衣服上升之后 肯定还要搭配一些珠宝 搭配上珠宝就完美了 如果现在要添加一些别的东西的话 就会太复杂了 会失去衣服原本的美 你哥就这么肤浅吗 就不能喜欢才女 就必须是美女啊 原来是个大才女哦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你现在学坏了 开始套路你哥了 你就跟我说说嘛 哥 你看我天然待在医院这么无聊 我都快闷死了 就喜欢胡思乱想 刚才不是说了吗 除了你以外 没有人 再能跟您哥幸福了 所以啊 为了你哥的幸福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让自己快点好起来 这样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你哥的幸福 说好了啊 明天我们去医院去看方茜 我听庄月荣说 那个方笑愚一直守在医院里 她这人的脾气那么差 我觉得我们去 就是出眉头嘛 出眉头也要去啊 我们都是长辈 不用去探小辈吧 说自己是长辈 长辈都有长辈的样子 你好意思吗 我承认这个事情 我是 对我来说有点关系 但是我已经做补救了 我联系了医院 叫了专家 所有的费用我们来出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去了吧 我知道当年你也不是故意的 对啊 但是事情你已经做了 对吧 而且的确是我们家做得不对 谁都可以不去 但是你不可以不去 懂我的意思吗 好 就这么定了 去就去 去就去 你是开场模特啊 星期十给我拿出来 注意你们两个的步伐 踩在一个点上 灯光老师 我灯光是不是跟你对过了 为什么模特走两步脸就黑了 蜘蛛走得挺好的啊 蜘蛛你是不是起来快了 我是不是说过这个点 不要摆姿势 莫法女朋友 接触中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挺美美的 琪琪你是不是没吃饭 我没给你放饭是吗 老弟 帅不帅 再打长腿 莫凡是真的帅 你说人家那么高 你怎么 我怎么了 我腿也长 好好好 我跟你说 这就是我们家精英好 都同样的优秀 算是没有 你还是要做餐 过程 那一点出来 我害怕不会不肯敌 你几点虾 我怎么说你 你几点虾 我做小费 你从小费 我得好 姐 医院里面对你照顾得还好吧 他们把我照顾得挺好的 那我们就放心了 姐姐 生病的事情明轩都跟我说了 不要有负担 现在的医学科学很发达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 唐叔叔 我不担心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挺好的 而且明轩哥经常会来看我 那是他应该来的 就是之前的事情 让你受委屈了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好 好 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唐叔叔说 借借你的事情 叔叔替你解决 谢谢唐叔叔 谢谢陆阿姨 不客气 谢谢陆 陈凯 陈凯 李